就是说,总共有几个,这个区域里面有几个,第一阶段,那第一阶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怎么做出来的,里面的话有一些重点,我们来看一下,首先的话呢,第一个我们的程式在这上面,这个地方第一段程式码,以后如果说各位要从网路上直接截取,云端上面直接截取这个资料的话,可以利用这个当成一个范本,那这个范本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,你的网址一定要 那是正确的,OK,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说,如果抓到资料的话呢,他会丢给谁,丢给这个sys,data,这一个方法,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呢,sys后面加的是一个方法的名称,那这个方法名称呢,你必须要在底下撰写,OK,他会把这里面的资料怎么样,抓到资料怎么样,传到哪里呢,传到data,这个参数物件,把它存在这里,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参数物件做处理,那如果是错误的话,当然有个error,error的话呢,实际上如果你只要跳出一个什么,网路错,网路或系统错误的话,那这边可以加一个方法,这个方法名称一样丢给一个data,然后呢,认识一个错误讯息,那比如说呢,我们这边,假设说我在chrome里面执行的话,你会发现,因为chrome里面,他没有办法跨区段,去网路区段显示, 所以你会发现,这边有个error,有没有,这个通知啦,有没有,也就是说这个地方,实际上错误的话,类似像那个,在chrome里面执行的话,会有这个错误讯息发生,OK,就会有错误产生,那就会直接执行那个error,OK,那这来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如果当资料正确的话,那我们要处理哪些啊,特别注意,在这个地方,这里有资料传进来,对不对,资料传进来之后,我先知道, 这个data,特别注意哦,那这个data,我刚刚讲过,它是一个jackson档,那jackson里面,实际上它的好处,它是把它拿来当,有点像一个物件,直接丢进来了,那这个物件里面呢,直接就可以知道说,它总共的长度啦, 当然,如果我们在esail里面看到的是172笔,可是如果说你今天,一个jackson档,直接就可以知道它的什么,它总共会有几笔了,因为我们,它的结构一定是什么,大瓜,中瓜号开头,一个大瓜号,对不对,然后一定里面的资料,再一个大瓜号结束,这样算一笔嘛, 那总共会有几个呢,172个,所以自动就可以抓到,总共这个长度,总共有几笔资料,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几笔资料呢,先塞给这个变数,CNT, 去储存,那跑回圈就可以知道说,总共有172笔资料,所以呢,我们如果从0开始的话,就跑到多少呢,因为从0开始嘛,所以跑到的笔数的话,刚好这样,刚好,如果是0到172,